与此桥,存在两种流行的说法,一种叫做奈何桥,另一种叫做奈何桥,过奈何桥头,一去不回头。 桥分三层,上层红,中层玄黄,最下层奈黑色,欲下层欲窄,欲家凶险无比,生实行善事地走上层,善恶间半的人走中层,行恶的人就走下层,和里面竟是不得投胎的孤魂。 野鬼,那些溺水而死的鬼魂,总是在桥梁上下或左右桥头,为自己寻找替身者,以便使自己能够脱身而转世。 走下层的人就会被鬼魂拦住,脱入污浊的脱汤之中,为铜蛇贴够药,是受尽折磨,不得解脱。 过完,奈何桥便可通往六个去处,即是进入六道轮回天人道修罗道人道畜生道,也叫旁生道恶鬼道,地狱道。 其中,天人,阿修罗人道,属于上三道,而畜生恶鬼,地狱则属于下三道。 至于续那恶鬼道,是根据王灵生前所做善恶的业绩来分门别类。 善业多的往往会被分配到上三道,恶业多的往往被分配到下三道。 这里,要注意的是,人死后续阴间的过程,并不通用于所有人。 因佛教中修行之人,如果功德圆满的,命中后会跳过阴间这一过程,直接蒙佛接引去西方极乐世界。 而作恶多端的大恶之人可能也会跳过阴间这一过程,因业力牵引,往往会直接被打入地狱。 http colon slash slash afenks.blogspot.tw slash 2015 slash 03 slash 6909 dot htm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佛接引去西方极乐世界。 继续阳 hur15号极乐世界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佛接引去西方极乐世界。